大家好,这里是ptstudy,真题讲解,retail lecture部分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内容呢,是真理与修辞 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篇文章的篇幅呢,并不是特别的长 并且呢,它的内容也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让我们先从第一句话开始看 第一句话一开始呢,就讲到了亚里士多德说我们需要使用 我们需要修辞的原因是呢,我们需要去会使用它 在这里呢,第一句话其实就引出了本文的一个核心,那就是修辞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会修辞这个单词的发音,那就是rhetoric 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下面又说到了我们必须要会使用修辞去影响 尤其是影响谁呢,影响那些反叛和无知的人 如果我们试图想要他们去了解真理的话 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呢是被建议出来的 并且呢,它和修辞是不一样的 修辞是dressing,它是一种修饰,是身体 而真理呢,真理呢是精神,是灵魂,它呢是抽象的 在这里呢,对真理真相是什么的话呢 它给了一个定义 但是呢,真理本身它是没有body的 它是没有身体的,它也不特别 如果我们想要某人去了解真理的话呢 我们可能需要使用一种,或者是使用一些小的技巧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呢,他是听不到 也看不到真理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认为的 绝大多数人呢,都是盲目的 只有受过教育的人呢,才有可能有能力看到真相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普罗大众了解什么是真相的话呢 或说什么是真理的话呢 我们呢,就要用一些语言故事 这个呢,就是亚里士德德所说的什么呢 所说的修辞 修辞是某种用来影响人们的东西 并且呢,它是一种精神上承诺的逻辑 以上呢,就这篇Retail Lecture的一个主要内容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的思维导图 把这篇文章的关键点再播一遍 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呢,主要分两方面 一方面呢,是修辞 一方面呢,是真相 对于修辞呢,它可以帮助人们去了解真相 并且呢,它本身是有逻辑的 而对于真理来说呢,它是理性的 它呢,是精神,是灵魂 并且呢,它也是抽象的 我们呢,可以用修辞来帮助我们了解真相 这个呢,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内容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在这里 大家呢,可以花个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自己试着练习一下 每篇练习的时间在30秒到40秒之间 根据自己的语速调整 也可以适当的增减内容 好了,如果大家练习完之后呢 我们这篇Rail Lecture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